哈喽大家好,我是兽医肚立的,欢迎来到我的漫画频道 那么在5月的时候,我做了两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2022年这本漫画真厉害男生篇获奖作品》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期视频呢,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那么其实在5月呢,我还看了另外几部漫画 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这种视频的形式可能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是过一段时间,我会来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又看了哪些漫画 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间谍过家家》非常的火 那我有去了解了一下作者《远藤达栽》的另外几部作品 发现他在画《间谍过家家》之前有画过几个短片 应该可以算是在连载之前的尝试吧 大概有三部这样的短片分别是 《Ice by》、《雨时薄红》、《鱼铁雨昕》、还有《炼雨的阿戏》 很明显的你可以从这三个短片中感受到 它们分别对应了《间谍过家家》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 首先是《Ice by》 讲述的是一个高中女生偶遇男间谍后一见钟情 于是总是跟着男间谍想要找机会表白 结果被男间谍当作敌人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 很明显《间谍过家家》中的《间谍灵感》就是来源于这部短片 而且风格也和《间谍过家家》一样偏向轻松诙谐 甚至男主我怀疑就是伏接的原型 而这本《雨时薄红》、《雨铁雨昕》呢 则讲述了王国最强的战士捡了一个魔物小女孩 为了能让这个小魔物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战士想了各种办法 过程中有欢笑有感动 两人也逐渐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可以说是《间谍过家家》中组合家庭养女儿的灵感来源 而《恋雨的阿西亚》这部短片就更加明显了 虽然在故事层面和《间谍过家家》的关系不大 但是女主阿西亚的人设完全就是长大版的阿尼亚 如果你特别喜欢《间谍过家家》 想要去了解一下远腾达哉过去的作品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三部短片 它们的长度都非常的短 很快就可以看完 故事说不上特别出色 但也都算是有始有终 在这三部里面的话 我最喜欢的还是I Spy 感觉里面有一些情节还是非常搞笑的 接下来一部漫画是我最近几天才看的 应该有朋友看到我前几天发的《动弹》 那就是这本《少年的深渊》 这本漫画的作者是疯浪了 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听说过这部漫画 但是如果你要我来说的话 我还是不推荐你去看的 如果说你是想找一部 有些深度比较现实主义 能够让人思考的漫画来看的 那你就可以跳过这部漫画了 因为这部漫画和这几点完全没有关系 这部漫画就是讲述了 一个小镇上几个莫名其妙的人 互相伤害 互相PVA 乱搞男女关系 故事中的确有很多看上去 比较像是青年漫画中才会出现的元素 比如说信啊 欲阵啊 自杀啊 等等等等 但是在看这部漫画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 就有一种仿佛作者是一个初中生 然后幻想出来的那种 肮脏的成人世界那种感觉 虽然有了这些貌似黑身残的内容 但却始终给人一种很幼稚的感觉 看到后面甚至会觉得很多角色 都是处于一种中二病的状态 当你仔细去思考角色们遇到的困境 你会发现这些角色 从来都没有想要去解决过这些事情 反而一遇到事不是麻木自己 就是想要寻死密活 给人感觉非常的不成熟 而且作品中的角色 话说着说着 这个话题就总会往信的方向偏 感觉有很大的擦边球协议 在看了这部漫画之后 我就在想 为什么它的热度还挺高的 甚至我在看的时候 也没有完全看不下去 只是在看完了之后 感觉没有什么营养 最后我想明白 这部漫画有点像是那种 自虐的 不知道大家没不明白 就是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些恶心图 或者一些很虐的故事 虽然看的时候很揪心 但是心底却有一种 想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而这部漫画 就能很好满足这种欲望 所以我说它是一种满足自虐的point 感觉两者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 总之你要是想看的话 就看着玩玩好了 反正我是抱着一种 想看看作者后面还能整出什么样活的心态去看的 你要是真的和角色共情的话 估计会被作者折磨的不轻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漫画 是我上个月看的漫画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部 它就是由永福玉成原作 松本大洋作画的《烛光室》 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松本大洋 它是一位很特别的漫画家 它的画风你要是看过 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也是前一阵子对它特别感兴趣 于是想把它的作品都找来看一下 那么这本《烛光室》究竟好在哪呢 首先这部漫画是一个关于武士的故事 故事情节并没有特别跌宕起伏 但却有一种特殊的浪漫感 再说松本大洋的画风 你开始看可能会非常不适应 甚至看不下去 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之后 进入了故事之后 你就会发现松本大洋真的太牛逼了 它的这种画风将画面中的所有元素 全部都赋予了情感 一般我们看到的漫画 可能构图啊 光影啊 角色的表情会体现一些氛围 但是在松本大洋的笔下 从背景的画法到下笔的笔处 几乎在画面上出现的每一笔 都透露着作者想要表达的情绪 使得整个漫画变成一种更加抽象的东西 你不是从画面中读取信息 反而直接通过画面来体会情感 我可以放几张最后一卷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连续好多也没有一句台词 只靠画面表现 虽然没有读过故事 你可能没法完全体会到我的感受 但相信你也能感受到松本大洋的魅力 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 我感觉安利这部漫画 只需要这几张图就够了 也是读完《烛光室》之后 我才产生了想要专门为松本大洋 制作一期视频的看法 不过要等到我看过他所有的作品 可以说这本《烛光室》 是我在五月得到的最大的惊喜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说不定你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好的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赞 我的频道会一直更新漫画的推荐 后面可能会制作一些 小众的漫画家的专题 或者会做一些实体漫画出的开箱 我是收益杜利德 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发现 更多好看的漫画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